高人 成长 欢迎您加入在右草堂军系成长社区 我的个人危险是159-4369-17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勿认入全球价值点 会遇到大陆 尊敬的吉林各位同学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共同和讨论我们的未来 我讲的题目是选择决定为难 选择无处不担 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选择的过程 有人选择了坚持 有人选择了放弃 有人选择了恨斗 有人选择了安逸 而我们正合岛的岛基 选择了机型 理性 高人发展 有没有反复 为什么越调控 越过上海 有什么样的选择 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企业如此 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国家的选择就是要度过目前经济下限的趋势 要加上共济测结构性改革 但是在这么一个选择中我们大概也要看到还有两种内容 第一种内容就是经济结构方面的改革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中的扭曲 调出来 这个已经强调非常多了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另外一个角度的改革 就是体质机制的改革 也就是我们看到体质性长篮 这个方面相对来讲 现在强调的不够 共济测改革的关键词是改革 所以习总书记特别提出来 改革者上海 不改革者下海 我们的选择是二者必须同时推动 不能够只选其一不选其二 而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还要看到现实经济结构的改变 现实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就是主要通过政策计划 通过政府的计划 通过政府的规划 通过行政命令的调整 来进行共济测结构性改革 第二种途径就是主要用市场规律 来调经济结构 用市场规律来防止各种的资源地址的凝聚 现在我们非常关注这两种方式 是不是也能够结合起来 我们将用第一种方式 按照政策计划 政策推广 通过行政命来调整 过去我们是有很多的经验以教训的 我们大家看一下 从2004年到2013年 各级政府把不少认件采取了不少措施 做了不少规划 仍然解决不了产能过剩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个过程 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构 政府主导来调结构的结构 使过剩产能越调越多 结构变得越来越远距 为什么 因为存在体质性障碍 因为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只能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方式 尤其是十八线三方选部的方针 真正落实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十八大开了三场 但是十八大的相关精神 现在还非常需要进一步的学习 进一步的贯彻 进一步的落实 我们只有把政府仍然的手 和市场无形的手 别推动 尤其是用市场的手 来进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才能够取得这一场 稳大的战役復工 企业家要拿出时间误区 我们再来看企业的选择 有些企业家可能感觉到 怎么越做越难 怎么我们就不知道 它就停了 甚至退缩了 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家 金魂新手不干了 有些已经从外走的 有些就在观望 也不投资了 也不发展了 停在那等 其实我们要知道 在不确定中实际上 是有确定的趋势的 比如说周期趋势 比如说规律的趋势 我们中心企业家 我们一定要既看到 变化中的发展 又要看到变化中的规律 这一点是考验 我们每一个企业家 有没有定力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第二 我们企业家 一定要洞察问题 后面的问题 有时候往往 跟眼前的问题 被迷惑了 就没有看到 这个问题的后面 是什么问题 往往我们面对的问题 不是整个问题 真问题 是这些问题 后面的问题 刚才东华老师讲 烦恼记图题 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 用被眼前的问题 看不到它后面的东西 是这些东西 第三 就是确定 不错的图片 发现真正问题 现在 你就成功一半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路线图了 路线图 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如特 因为我们的企业发展中 最怕的就是全球魔法 最怕的 就是过去的成功经验 成功是善致力 我们有些企业家 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过去的成功 所以 他以为经验可以复制 路线图可以复制 其实不是这样 第一次步就是驾驻 我尤其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硬趋势和软趋势的问题 硬趋势是基于可测量 可感知 可预测的事实 事物或者客户 这趋势是推测的 何处似乎看得到 似乎可预测的预计 这里面 我们的企业 在对未来的分析与判断中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们讲 我们的企业家 现在有一个问题 实物太多 物需太少 企业家可能会说 我怎么能不务实呢 我跟你讲 这就是领导与管理的 重大区别 郑合岛的岛基 你们都是领导者 至少说 你们的角色 主要是领导者 所以 你们要更多的物需 要更多的感性 在这一点上 你们和你们用的总经理 总监 中层战部 是杨老师 所以我希望 我们郑合岛的所有企业家 都关注硬趋势 软趋势 更关注物需的东西 多拿出一些时间物需 因为企业发展方向 在你们手上 企业的发展 一般来讲 有两种战略 第一种战略想调 后发有失 在技术上 就是非综合 在产业发展上 主要是承接转移 后发有失 我们国家的前期发展 大量使用后发有失 也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 可以借鉴 但我们还要看到 我们的企业得到今天 后发有失 已经无声明显 所以我现在 要强调的 就是第二个战略选择 先发有失 华为的任正非总裁说 他现在的困惑就是 在市场上 已经找不到 可以对标的企业 他感觉到迷惑了 为什么 当前面有人领好的时候 你的方向 你的节奏 是比较容易搞落的 而华为 在有些领域 已经成了全球领好 所以他一下子 就感觉到了领先证 我们也要看到 这种先发优势战略 很可能是我们中国企业 下一步要重视的战略 这种战略 就是要先发制 集中资源 重点投入 形成局部绝对优势 结果在进程上 我们也要由 动态追随 转向自主装机 产业上 我们需要的是 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 我们要在 在投入上 依靠技术创新 依靠技术创新 和原类资本驱动 在比较优势上 要用品牌竞争 而不要再靠 低成本的价格竞争 从主动反映 到先发制人 从被动反映 到洞察先机 这很可能 是这一轮中国经济下行之后 中国企业 要进行转移 我国农业 需要强力推进 供给侧改革 我们看大农业 我国农业 现在面临的很大的一波问题是 三量急增 粮食产量连续十二年增长 2003年是八千六百一十四亿 2015年是一万两千四百二十九亿 粮食产量不断增长 农民的年收入也不断增长 但是进口粮食也在每年增加 现在国家非常红的 就是储蓄量越积越多 现在没有仓库储存了 比方于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存在仓库的玉米数量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国家一年不产移民的购乱 这是我们农业所遇到的重点 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在农业上我们做了很大的让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觉得我们的农业是有竞争力的 现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就是我们的三个提升 土地价格提升 资本价格提升 劳动力价格提升 造成了我们国家的小麦 大米 玉米 大豆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内价格 比国际价格高出30%到50% 个别品种高出60% 这是我们国家当时没有想到的 我们原来认为它开放就开放了 中国农业大国还怕啥 现在十五年过去 国外的大宗农产品价格低于我们国内 所以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农业的竞争力下降 导致农业产业本身面临极大的温和 外国的农产品进来了 我们的生产迈回出去 所以今天 在吉林 我们做大农业的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 在这个情况下 农业怎么办 国家怎么办 其实 农业的 未经许可